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我自己 他现在正在洗澡 没法接电话 你这单方面毁约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李慧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儿子的房子你也卖 我说他怎么这么痛快又答应了 何人把房子给他了呀 你撒谎 你亲俩孩子一出生就受苦 还不是不让他生下来 你敢 我亲来了 你能走了吧 但你这种人就上得了台面 你照样造人唾弃你知道吗 可你离婚这么久了 还来为你要钱 他不知道你已经有个家了吗 真实案例已然说法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莲花青蕉江南冠名播出的 律政俏家人我是英子 今天英子来到了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来跟大家分享一起真实案例 家住济南的李辉是一家私企的小老板 本来生活事业顺风顺水的他 为什么会被自己的儿子记恨 又为何会被爱人一指诉状告上法庭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案子 今天晚饭做的都是你爱吃的 好 一会儿咱就点蜡烛吃饭 我爸今天是不是又不回来了 应该是公司的事吧 什么事都要等着你爸处理呢 可是他都说好了 那回来陪我过十八岁生日啊 你得体调你爸 今天你过了生日你就十八了啊 你得学着独立啊啊 要不再等等吧 算了 咱不等了 你爸肯定有事 我们吃我们的 来吧 儿子 点蜡烛吧 不用点了 甜美美不乐的 没准你爸还给你个惊喜呢 你不是也说了吗 要学会独立 不能得到依赖别人 对 这就对了嘛 我去洗手间 你先吃吧 好 什么 Hair 都说了吗 这就对了吗 还不想给你 我这其实就忘了 我去看看 有什么事 这个的词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所aters 你会不是都不再编密的 我去看看 这 GDP 我去看 我去看 有什么害怕 有什么 这个 我去看 这 我去听 你回来吗 啊 我今天回不去 今天陈震十八岁生日 我 公司很多事情处理不完 你儿子生日你都回不来吗 我确实挤不住时间来 好 我知道了 妈 你眼睛怎么了 没事 陈震你要知道 你爸是公司老板 他不光要养活我们娘俩 还养活很多员工 他忙也是应该的 咱娘俩啥也帮不上忙 咱就不拖他后腿了 可是 我怎么听说 我爸在外面上有人呢 你别胡说 你这孩子你听谁说的 你连自己老爸都不信 你信别人造谣吗 就是听 楼下那个王婶说的 她说都看见好几次了 说 我爸经常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一起 王婶这嘴真是 那又怎么了 同事之间一起吃个饭 它不很正常吗 啊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你马上快高考了 好好学习吧 啊 别想那么多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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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你好好看书 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管好自己不就得了 那 他今天晚上还回来吗 不知道 不管他 你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努力考个好大学 以后像你爸那样 自己开家公司当老板 我才不想和他一样 你在哪儿呢 今天还回来吗 应该是回不去了 你是谁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系上我自己 他现在正在洗澡 没法接电话 不然 你一会儿再打过来吧 是雷电话 没谁 打错了 打破我们这 né 那就好了 我开招自己的 你 Stories 你秒想 爸爸 你 Laink 你 fian recon 赖美 창 赵磊 对不起 你 那女的事 那女 女 你们什么时候的事 前不久 下属了 这么快 没没完你 没有 不对啊 不应该的嘛 你不是告诉我 你老婆 不解风情 恶毒如火 你少说两句吧 我什么时候说这话 不对 那房子 给她了 我说她怎么这么 痛快又答应了 何人把房子给她了呀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知道那学习房 有多值钱吗 你给我不是不为了钱吗 找什么钱 李辉和张磊的婚姻 终于走到了尽头 杨丽这边 急着催促她赶紧离婚 并且给她规定了最后期限 无奈之下 这天李辉 只好带着离婚协议书 来到家里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这一天 也正是儿子李晨 收到录制 推出书的大喜悦 在家里也有大学生了儿子 正常发挥吧 回来了 来 快吃点水果来 儿子 恭喜你 考上大学了 儿子 现在时间过生日许了什么愿啊 爸爸满足一个愿望 作为奖励 生日愿望 说出来就不灵了 当然灵了 当场兑现 其实 我就是希望 你能多回家 陪陪我和妈妈 毕竟 家里就我和妈妈两个人 有些不自在 这个 行啊 我欠完了 你能走了吧 果然 王氏说的是真的 走了也好 该走的也留不住 妈妈有你就够了 真是个混蛋 晨晨 你不能这样说 他再不好 他是你爸爸 我没有这样的爸爸 我他爸爸 出去找别的女人 晨晨 别瞎说啊 我说行 你不能这样说 你是他儿子 你这样说就是不孝 晨晨 你看你这穿的 用的 都是爸爸拽来的 爸爸也疼你啊 离婚后 把房子也留给你了 谁稀罕她的东西 我就算饿死 也不用她管 如果因为一方的过速而去起诉离婚 那这在法律上怎么认定呢 首先呢 离婚时夫妻过盟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协商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的原则和女方权益的原则进行判决 其次呢 有下列情形制衣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可以要求损害赔偿 其中就包括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所以此时如果张磊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话 他可以同时要求损害赔偿 但本案当中呢 他们夫妻两人已经就 公共财产的分割达成了协议 那么只需离婚协议就可以了 不久之后 李辉和张磊办理了离婚手续 双方约定房子归儿子李晨 李辉和李晨择日办理房产登记变更手续 李辉负责李晨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离婚后李辉搬到了杨丽的出租屋里 本以为日子可以消停一阵了 没想到杨丽开始提条件了 新房子还不错 现房 你有什么想法没 我哪有什么想法 你不会想让我一起的租房子住吧 租房子也不错 现在公司生意不好 买房子这事呢 以后再说吧 我有了 什么 你有了 是不是骗我 这有什么好骗你的 以前我一个人也算了 现在是我们娘俩 你总不能让我大着肚子 要是呆在这个坡房子里吧 我知道了 让我想想 要我说你把那套房子卖了 再买一套不就得了 哪套房子 我告诉你啊 那是陈胜的房子 我马上给她过手续了 那就是说你现在还没过户了 莉莉 那套房子你想都不想 你别打那套房子的主意 那是我亏欠沉沉的 你现在知道重情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就问你 这套房子你到底卖不卖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与其让孩子一出生又受苦 还不是不让他生下来 你敢 你房产中间的朋友叫什么 把电话给我 明天我给我打个电话 好 我一会就给你 李辉最终没能抵挡住杨丽的威逼利诱 决定再购置一套房子 但是由于目前确实资金短缺 他只好决定先把留给李晨的房子卖掉 思来想去之后 李辉决定先和张磊谈一下 为了避免张磊不同意买阻止中间看房 这一天李辉主动约张磊出来吃饭 趁这个机会让中介带客户去家里看房 事情不都办完了吗 你还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张磊 我长时间不见面了 我就想 请你吃个饭 不用 见了你我就恶心 吃不下 就一次 没事了吧你 我挂了 路拐角那个餐厅 五点 我等你啊 怎么样 他来 他一定来 老公你真好 来了 你好 你好 李先生在家吗 他不在家呀 你哪位啊 是这样 我是房产中介的 昨天我们约好今天下午五点 过来看一下房子 但是我这个您是有点事 我就提前过来了 现在看看方便吧 不是 没没卖房子呀 没买房子 我看看啊 昨天都签了合同交定金了 谁 没错 我没卖房子 我不卖房子 我没卖房子 不是你 这人怎么这样 昨天已经签合同交定金了 谁拿了你钱 你找谁去吧 走走走走 不是不是你讲不讲道理啊 咱昨天已经把合同签了 定金也交了 你要这样单方面违约 我得让你交违约 滚 滚 我不管啊 按合同我过来收房子 滚 喂 小张啊 你什么意思啊 小毁鱼啊 不是 我不明白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没听懂 我看你是不懂抓懂 我就问你 那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当然是我的名字了 我不是房产证也给你了吗 要不是莉莉跟我介绍我 我真懒得跟你废话 你是不是看房子去了 我去了 怎么了 我不是跟你说好五点钟吗 这和几点去有什么关系啊 我给你解释不清楚 那我扣了啊 李先生 我郑重提醒你啊 你这单方面毁约 可是要付法律责任的啊 好好归吧 我巴不得 再说了 陈晨还有四年大学呢 如果我公司款了 就凭你那儿的工资 能够吗 如果我补上这个缺口以后呢 我一定 给你儿俩 做个补偿好不好 行了 别说了 我听着就恶心 过几天 你就把房子卖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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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不要 我只是想要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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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喂 你房子拿到手 想租个房子 啊 还有 今天马上要开学了 还要交学费 总共多钱 两万 我 我的客户 最近也没有回款 过那日子再说吧 让你给我们娘俩买个房子 怎么就不借你这股子想掏钱的勤快劲呢 我跟你说啊 那两万想都不用想 可你离婚这么久了 还来问你要钱 他不知道你有个家了吗 行啊 您好 请问您这边要租个多大的 嗯 两个人住 嗯 面积小点的就行 小一点的是吧 这个您看看行吗 一个月2500 您看看怎么样 2500 嗯 看能不能再便宜点的 便宜点的 在这没有了 现在房价您应该也清楚啊 这块的话已经是比较低的了 不好意思了 嗯 那算了吧 我们再到别墅看看 没事儿 没事儿 走吧 你走吧 啊 您现在看到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沙盘 但户型呢 也是有比较经济的 像95啊 105啊 这种户型 有没有稍微大一点的户型啊 这一套就不错了 太小了 以后住着肯定不舒服 房子这个东西又不是别的 买回家不高兴 还不直接买个身心如意的 省得以后后悔 是啊 大户型毕竟是住的舒服一些 看你挺有眼光的 长得也这么漂亮 谢谢 哎 这套怎么样 欧式的家具 大方 你是不是知道 啊 我和我妈来租房子 一个月2500我们都嫌贵 你不是说客户没回款吗 我 哎 你们都已经离婚这么久了 还继续这么纠缠 有意思吗 你闭嘴 我不否认 你借着你年轻的四伯 把我打败了 但你这种人就上得了台面 你照样遭人唾弃你知道吗 来 立正 来 来 别生气 别生气 你有钱买大房子 你没钱给我们娘俩租房子 你没钱给儿子付学费 我回头把钱打开你行不行 你现在是不是太晚了 你每次谎言被揭穿了你才承认 这个地 不是刷话的地方 你现在知道丢人了 你找情人的时候你这也不回呢 你不住嘴 回头 我把两万钱打给你行不行 我们现在不要两万 我要给我儿子要回他的房子 对 房子已经卖了 这不可能的 孩子 是爸爸不对 不过 回头我把钱打给你 好不好 我不会让你娘俩再吃苦的 你那么有钱 你为什么要卖我和我妈的房子 儿子 我公司呢错了状况 资金多少不开 爸爸实在没有办法他把房子卖了 我会给你补偿的 凭什么呀 房子起来是你的名字 凭什么给他们 我不同意 你们不要再演戏了 李辉 我没法院见吧 虽然在离婚协议里面已经约定好了 是儿子的房子 但是房产证上的名字却是李辉 现在这房子被卖了 在法律上应该如何认定呢 赠予合同的成立呢 不仅需要当事人双方一致的意思表示 还要以赠予屋的交付为前提 在赠予房屋的情况下呢 就需要赠予人将房屋实际的交付给受赠人 那么结合本案来看呢 该房屋现在仍然登记在李辉的名下 仍然没有进行过付登记 所以现在该房屋仍然是李辉与张磊 一二人的共同财产 那么李辉呢 在经过张磊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对该房产进行买卖 但是所得卖房款的一半 应当归张磊所用 果然张磊说到做到 一周后李辉接到了法院的传票